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针刺到激缩以后人体的一个正反馈 具体精细的这个反射弧 反射通路是哪些 我们首先先看第一个图 脊髓里面灰至前脚者 也就是这儿 有两个神经元 分别是α运动神经元和γ运动神经元 α运动神经元支配的是缩外积 产生肌肉的收缩 经典的肌肉 典型的肌肉 缩外积收缩 γ运动神经元使的是缩内积收缩 缩内积收缩 它收缩以后可以 闽化积收 好 这是第一个指示点 脊髓前脚 第二个指示点 我们来看一下积收 这是积收 这是下边积收的缩内积 缩内积 所以就是积收里面有两部分结构 第一个就是积收 特化的神经没收 特化的感受器细胞 那第二个是缩内积 缩内积的功能可以使得积收 缩内积 好 了解这以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真次 真次 如果真次到 积缩里面的感受装置 也就是这个典型的积缩的感受器 那么将这种真次感觉传入到脊髓 脊髓接着通过 α运动神经元和γ运动神经元传出 α运动神经元使得缩外积收缩 产生这种肌肉的跳动 或者肌肉的沉紧的感觉 当然了缩外积收缩 又挤压到环层小体 这个本体感觉 又进入到了脊髓 这种本体感又进入到脊髓 所以相当于是个正反馈 那还没完呢 这是α运动神经元 还有γ吗 就是真次到 积缩感受器 将这个感觉信息传入到脊髓 脊髓接着通过γ运动神经元传出 传出以后 使得缩内地收缩 我们知道缩内地收缩 可以冥化 可以冥化积缩 又加强了这种 真感的形成 真感的形成 这就是我们真次形成真感 以及真感形成以后 外周和中枢之间的这种正反馈 正反馈 就是会加强 这样一个真感 那以上是我们讲的 真次到激缩 以及激缩周围 感受器人体会发挥的 变化的 这样一个神经通路 它们之间其实互相影响 比较有意思 比较有意思 是